這裏是日本內良的東大寺 一個很值得去的地方 這個是東大寺的排流 第一次走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對於排流的保養是一個新的概念 在大陸來說就不會使用這種保護文物的概念 首先我現在看一下這個頂 這個頂就是一個排流 我想這個排流起碼有五層樓那麼高 大概在地上大約是十米左右 我想是油了一層保護色的 這個頂上是淺色一點 可能它以前的油 即是以前它起字的時候 古代起字的時候 那些油已經脫掉了 但是它又不是剷掉了 它就由它這樣保存回到 變成在新舊之間有一個對比 你看起來就會覺得 即使好像保護文物這個人 新舊之間的差異是怎樣 你會發現它現在 就算是這樣的柱 它都是一棵樹 一棵完整的樹 就是這樣放進去的 你看看它的底腳盆那裏 是一個石枕來的 石枕上面放一棵樹 樹幹 腳底那裏因為很遠跡水 有一點點爛的 這個就是它這個東大寺 這個入口這個大樓的特色 就是它盡量保存它起子的時候 它所用的材料 它又不會由一些新的顏色上去 它盡量保留原本它的原色是這樣 你看起來就會有一種很古薄 譬如這棵樹這樣隔久 有裂紋 有些甚至是裂得很深 但是它就不會去做什麼修補 可能它已經算過了 這些已經夠力了 所以你會見到到處都是有裂的木屏 它這種概念是很新的 就是它就不怕那些木材 有它斑斑斑斑 看起來就好像很殘舊 但是它就是保存它 你看的時候可能在一千年前 它的樣子都是差不多 這個概念就是比較少 在大陸來講 譬如在大陸建建建的那些 它會多數是重新浸 在香港我覺得也是 會重新浸過所有的油 用回自己現代對於建築物的概念 加回它自己的色彩上去 但是現在這個就不是 這個甚至你能看到 它木與木之間 它會有些積在這裏 但是當然如果你看清楚的話 它都會有一點點 它自己的保護 譬如現在頂這個部分 我估計就是 兩條柱之間 應該是那些櫻泥 可能它是砌了一封牆 那些都在櫻泥牆 這樣保護它 但是呢 比較少 譬如這個 這個石頭的後面 應該是一封櫻泥牆 就是封開的 它跟那個 裡面另外一個 搜門的神像分開了 但是基本上 它都是盡量保留 那個圓茅在這裡 而且呢 我想是 它最難得的話 它是 對於它那個建築 可能是很有信心 會覆過它的時候 它覺得這些 是 到現在來說 它都是很夠力的 那 譬如現在它這些 入門口那些 我們叫做門燦 是特別高的 那它就是 我們走的時候 要這樣攬它 加一個 墊一墊 這樣保護它 很特別 那 剛才走的時候 我發覺 它這個 柱頂位 這個木柱頂位 竟然 竟然 有些字 刻了上去 即是 用這個 戒刀刻了上去 這些應該不是人家多手 可能以前 做這棵樹 做這個門口的時候 是 有些技術上 有些問題 就 放棄了 它這個雕花 但是 它那個 這個保護 這個文物的人 它就不把它剷走 仍然保留 這個概念真的很新 或者 我們在其他地方 可能會比較少 看到這樣的情況 很值得去 這個是 日本內糧的 東戒指